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半导体厂的一个补贴 三星的补贴数字出来了 哎呀 比我们台积电小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开心 好 我们来看三星可以拿多少呢 它可以拿到64亿美元 我们台积电可以拿到66亿美元 好 少了一点 但是呢 三星在德州厂呢 他们还是要继续投资的 而且是加大那个投资计划 他们预计在2030年之前呢 三星要投450亿美元 继续在德州要盖他们的一个半导体厂 三星最近啊 这个倒霉是很多 但是他们也很努力的在找出路 我们带你来看最近的消息是 三星的高层到台湾来 大家觉得很奇妙 对不对 好 三星的半导体的总舵手啊 这一位叫做庆贵显先生 好 那他到台湾来干嘛 据说他要来推广他的一个这个 高频宽记忆体 他找了谁 他还找台积电 他去拜访台积电 想说你追不上人家车尾灯 你拜访台积电 你什么意思 想要偷什么样的技术吗 没有啦 人家也是想要合作啦 另外也谈到了这个他去找广达 也要谈AI的合作计划 那大家就非常好奇了 到底为什么要来找台积电 来问史同格 对 没错 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三星的这个补贴 那因为美国政府也已经公布了 他这一次对三星的补贴 是64亿美金 那这个台积电是66亿嘛 刚才至于说听了很开心 的确啦 以绝对数字来说 他六十六是比台积 六十四比台积电的六十六少 可是他只要投资四百五十亿 我们台积电要投资六百五十亿 所以等于是多投资了两百亿 那我又不高兴了 对 没错 所以绝对金额是这样 但是比例来说 其实这一次对比三星 台积电跟Intel来说 其实三星的比例是最高 你看他给他 我真的超级不开心了 投资四百五十亿 然后给他六十四亿 台积电是六百五十亿 然后给他六十六亿 然后这个Intel是一千亿 然后给他八十亿 所以比较起来的话 好像投资少一点点 那个比例会比较高一点点的 这个状况 好 不过这是美国政府 他的想法 我们不知道他的最后决定 诠释在什么地方的一个状况 那不过他要决定要投资 这个美国四百五十亿之后 人家就说 那这样其实我觉得也不错 因为三个厂 包括说台积电 Intel跟三星 都到美国去大幅投资 那就比说 谁在美国的投资会比较好 好 那我们就先讲 这次Intel来说 他在美国是主场 他就认为说 我要这个投资一千亿 可是问题是 我跟大家讲 他投资越多 其实搞不好是 越大的前坑 因为他前一阵子 刚好公布了他的 这个所谓 金元代工部门的营收 因为为什么他会公布这个呢 因为我们之前的 这个基辛格已经有说过 他未来要把这个Intel分拆 就分拆说 这个产品部门是一个 那金元代工部门要独立出来 所以你为了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公布 他的具体营收 就没想到他一公布 不公布还好 一公布哇惨了 他2023年的时候 亏了大概70亿美金 那2022年的时候 亏了51亿 然后2021年的时候 亏了52亿 所以也就是说 他做金元代工 这三年来说 全部都在亏损 而且亏了越来越多 然后他还说 今年亏损恐怕会越来越大 所以就说没有用 他这个部分 而且他说到2030年的时候 才有可能会转亏为盈 所以你知道 几年转亏为盈 2030年 所以他要继续亏很多年 对没错 然后他还说什么 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扩大试单 扩大试单给台积电 那就是扩大亏损 对 没办法 因为这个金元代工部门 没办法 因为他现在这个 所谓产品部门已经分拆了 所以产品部门 他可能不会下单给Intel 他会下单给台积电 那Intel你就自己去找 Intel的代工部门 就去找其他的厂商 跟其他的业者 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台积电反而会受贿 就是来自于Intel产品部门的下单 因为他过去就是Intel直接代工 他未来可能不会这样做 所以其实有一个可能性 是短时间之内 这未来两三年 台积电会接到 非常多来自Intel的大订单会来 那当然啦 Intel在美国搞成这样 你觉得三星去会好吗 不会好吗 那台积电当然也是压力非常大 所以等于是三个国家 在未来美国的运作是怎么样 这个值得观察 好 再来就是说 这次因为你刚才提到 就是说 这个所谓 净卫险 他来到这个台湾 那到底要做什么呢 其实我昨天就在节目说了 他有三星有高层来台湾 那为什么来台湾 因为其实供应链那边 已经有传出消息了 就是说 他来拜访台湾的供应链 那为什么拜访台湾供应链 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也算是三星 他终于这个有点算是 头壳比较好一点点 为什么这样讲 说真的 他过去也有非常多的 他跟台湾也不是很愉快 包括说他之前在2008年 所谓的QO台湾的计划等等 跟台湾供应链闹得很不愉快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了解你当时是高二在上 你要杀台湾 现在你已经是被台湾比下去了 那怎么办 你只好来跟台湾求和 所以我觉得某些程度来说 那我们可以不要跟他求和吗 我觉得这个当然 心里面可能想把他赶走 但是就商机来说 我觉得也是可以互相合作 为什么可以互相合作呢 第一个 他这次来跟台积电合作 那跟台积电要做什么呢 因为其实上台积电跟海力士 两个结盟 那其实他们之前有组成一个叫做One Team这个部分 那One Team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他就是达成了协议是什么呢 就是我未来帮NVIDIA或是帮AMD代工的时候 我的HBM 就是超高高宽屏记忆体的时候 我优先用海力士的 而且海力士我们一起开发 所以等于是我跟海力士绑在一起 那现在海力士问题 你看海力士目前在HBM的市占率那么高 三星完全不是对手 所以三星也说那我也来合作 我也可以跟你合作 我用一点点这样子 反正你帮我推广 所以等于是他跟台积电达成这样子的共识 所以三星来找台积电 对那我觉得台积电来说也不是坏事 我如果供应链里面 我有两个选择的话也不错 只是说他的优先供应链 优先合作对象 还是你的这个海力士 另外第二个部分是他的S24 因为我们知道他其实他的这个处理器 好像良率一直很差 对 可是问题是这个对三星来说很重要 我处理器做不好 我手机都做不好 虽然有可能会把处理器的部分 可能会来给台积电生产 那事实上台积电也会防范 以前台积电跟三星在对抗的时候 我跟他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三星会故意下单给台积电 然后干嘛 下单看最新制程 看你的技术怎么样 看你的良率怎么 用这样去探听 那当时台积电就用的方法是说 你去跟这个创意下单 就是我们是 你要跟他合作IP的时候 然后拿我的产能 我不直接跟你合作 我不要让你看到我的良率是什么 让透过创意跟你合作的方式 所以等于是双方是这样 叠对叠 对 可是问题是现在我觉得台积电 也不用这样子了 台积电现在技术领先 你要合作就来吧 我就技术给你看都没有关系 所以以前这个三星 他也是把他手机最重要的处理器 下单给台积电 他是用下单四升产的状况 来看看你的产能是怎么样的状况 所以以前三星的旗舰机都会有两种 一种就用三星自己的处理器 一种是台积电 然后大家会抢着买台积电的 以前会这样子 但是他现在就直接 台积电也不用防范他了 就好 你要来下单就来下单 我们可以互相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跟三星的合作 有可能接下来会有更多消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这一次也来看了云达 云达来说 你看这个广达的副董事长 梁次正就来了 对还有云达的董事长都来了 他们两个要跟他做什么 因为事实上这个三星 已经接触了非常多AI发展的途径 包括说他有AI晶片 AI的这个产品等等 一大堆东西 问题是你没有人组装 你要谁组装 云达 所以来跟云达来合作 说我以后生产出这些东西 假设有客户 要用我的AI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就下单给你 所以某些程度来说 我觉得 这个三星过去 他都一直高高在上 他觉得台湾 你什么小老弟 我前来Q台湾 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局势反过来 他现在要开始来跟台湾合作 所以某些程度 这也彰显了台湾的竞争力 已经把三星 他都不得不说 好了我来跟你合作 因为三星都是这样子 你不把他杀到 他会怕你的时候 他是不会来跟你合作的 你跟他合作都每次都阴谋 又偷你这个又偷你那个 又学你这个学你那个 不过没办法 因为以前他高高在上 现在他已经下来了 他会来找你合作 我觉得这就是 所以我们可以姿态高一点 对我们可以姿态高一点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做 但是无论如何 还是要跟他合作 因为这些还是有蛮庞大的商机 未来可以期待 对所以这个三星 还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即便他现在姿态比较低 但是我们就看看以后 怎么样的合作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 感觉这个